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这边来了一个福建老板 来这边收购一种 非常值钱的一种蘑菇 这种蘑菇在福建那边叫叶子菇 晒干之后能够卖到1000块钱一斤 今天我们趁着下雨也来这边捡这种红菇 因为下雨的时候就更少老乡来这边捡这种红菇 在这个位置就发现一个特别大的 因为下雨的原因 说说这个红菇有的都已经烂掉了 太可惜了 把它断了 只拔到一个叶子 这个位置发现红菇窝了 而且都是特别大的 看一下 这一个估计比网还大了 上面还装了特别多的水 滑溜溜的 看着就想把它拔下来 跌下来 在这个石头堆里面 竟然长出来有两朵啊 刚刚只发现这一朵没想到扒开石头之后 竟然发现在这个底下也有一朵刚刚长出来的 太漂亮了这两朵 今天在这个大厦里面捡红菇 捡了三四个小时啊 捡了大半桶 非常的累 虽然说这个红菇卖的非常的贵 但是呢捡红菇的话 非常的辛苦啊 在这边刚才遇到很多老乡 也在这里捡红菇啊 看它们应该捡了蛮多的 它们捡红菇都是一声不吭的啊 只看了它们一个影子 但是我们叫它它也不硬啊 估计是怕我们把它的红菇剪掉啊 这种红菇 如果是不懂的话 千万不要去剪 因为有一种假红菇特别的多 这种红菇 它只会长在 一种指定的树下面才会有的 很多地方 呃估计也是有红色的蘑菇 但是那种蘑菇估计是有毒的 希望不要去产生 这个赶紧拿回家里面去 这些视频就录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